我們現在十六部所在的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整個樓盤總共佔地3500畝 其中有2000畝都是用來做室地公園的 整體的一個用積率只是做了0.3 在珠三角這邊的住宅來說 我們這邊的用積率是最低的 而且我們這邊2000畝都是室地公園 你可以看到我們整個樓盤 它都是給一條千元河道是給包圍魚的 是給包圍魚的 南面就是我們的黃茂海 我們看看沙幡怎麼看呢 沙幡的方位就是上北、下南、左西、柚江 北面這邊是屬於土丁山 六加四的一個風景區 南面就是我們的黃茂海 背山靠水的風水位是非常好的 同時我們到達小區的大門口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小區大門口出來之後 這一塊就是政府打造的一個中央商務區 這一塊是打造的中央商務區 進去的話將會打造十七所的隔離配套 和兩所的格格院在這邊 以及我們到達整個樓盤 這個大門口進來之後 這個位置是我們打造的一個五星級酒店 我們這個五星級酒店行動的話 將會有一些人造沙灘 包括有一些銀行碼頭之類 同時我們在底下 將會引進超過兩千方的連鎖版牌超市 到時候去逛街、買菜、買東西 都可以滿足到業主的基本需求 我們這個綠色的板塊 就是我們到達1.2萬方的商務區區 我們將會有100多個商務區 可以滿足到業主去吃喝喝樂 所有需求都可以滿足到 我們這邊最大的賣點 就是我們這邊的環境庫 我們為什麼說我們這邊的環境庫 是因為我們這邊擁有 五大自然景觀或一體的文類項目 B五大自然景觀三海湖全臨下 三個就是我們這邊的古兜山 國家四級的風景區 我先提到的 我們海就是我們的黃茅海 我們的黃茅海 珠江伯大油海海裡面 含沙量是最高的 同時的話 就是我們項目裡面的濕地湖 接近兩千某的濕地湖 我們所有這些都是我們 一些原生態的濕地湖 每一條街 包括你每一個 130以上的湖形的話 它的後花園都是可以看到我們的濕地湖 同時的話 我們這邊是有兩種溫泉資源的 這兩種溫泉資源呢 是現在世界上非常之罕有的 一個叫一地兩泉的溫泉資源 我們這裡呢 將會有兩種 一種叫淡溫泉 一種叫涵溫泉 一種叫涵溫泉 到時候我們這邊所有的湖形 都是溫泉入湖的 到時候我們就肯選擇到 我們黃茅海的涵溫泉 將會將溫泉裝在你的家門口 到時候你可以選擇性的 將你的溫泉池或是你的家 通過你的溫泉水 就可以在家浸溫泉 我們這邊第五個就是我們的 紅樹林 也就是我們的林 門口這一排 全都是我們的紅樹林室地公園 其實紅樹林的話 它主要是生長在那些 鹹鹹膠的地方才會有的 同時 我們紅樹林室地公園的話 它會起到一個防狼防災的作用 因為我們這邊靠近海岸線 靠近我們的黃茅海 其實這一排的紅樹林 對於我們整個樓盤 是有非常大的一個保護作用的 以及我們現在就是賣了 我們售一部後面這一排的這些產品 現在再帶你看回我們的 護形產品 我們中間這一些是我們105方的一個產品 全部都是連排的一個別墅 我們這些別墅的話 全部都是我們這些類似前置型的 一個105方的 我們105方的 它是在中間位置的 中間位置的 而且整體來說 105方的實用性 以及性價比 都會稍為偏高一點的 好似很多人買來做投資 或者到時候 兩個人 三個人 買過來度假 養老都是非常方便 非常實用的 我們103的護形化 目前買的就是這一條街 這條街的左邊 和這條街的右邊 都是屬於我們103的護形化 中間這邊是屬於我們的細形跡 我們103以上的護形化 我們全個後花園 都是可以看到我們的濕地護 都是可以看到我們 純天然的濕地護景觀 我們107的護形化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260方是這裡 這裡是260方的 其實我們這些產品 是非常細缺的 無論你是哪一種護形都好 其實我們這邊 可以在濕地上 建別墅的 就是小枝又有 因為在全國裡面 可以在濕地上建別墅的 只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杭州 另一個就是我們這邊的樓盆 所以說我們這邊這個樓盆 真的買一套就少一套 同時這邊這麼優美 這麼好的一個環境 你去到哪裡 可能都找不到 好像我們這邊這麼漂亮的一個樓盆 到時候居住在這裡 其實我們這邊 在這邊居住 都是對於我們的人體下 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心性健康 因為我們這邊的富洋離子 是我們現在整個長壽之鄉 廣西巴馬村的富洋離子 十倍還有多 現在帶你們看一下 我們是一百零五的一個樓盆 我們一百零五的話 它現在全都是這些 因為我們這些所有產品 都是合院別墅 我們現在所有的外勒面 全都是用一些乾掛石材 加上薑石漆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使用壽命 都是會比較長的 會比較長的 再跟著我們看回我們的家門口 我們前面 我們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前花園 這個也是陣送的 面積圈大概六十幾方左右 我們這些所有的戶型 都是分為這些主樓和庫樓 你現在看到這邊 就是我們的庫樓 庫樓 我們現在就是做成了一個廚房 設計成為一個廚房 廚房的話 你可以看到油煙 不用跟主樓混在一起 其實一個好處是 可以讓油煙和庫樓分開 也可以分開 而且這個廚房其實都是做得比較大的 都是做得比較大的 然後一家人在這邊吃飯 然後那邊又是一個休息的地方 做一個玩的地方 再跟著我們看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是可以 設計成為一個溫泉池 因為我們這裡全都是溫泉到戶的 然後在我們這個位置 你畫個溫泉池 然後把家人在這裡泡泡溫泉 都是比較舒服的 再加上我們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私家車位 私家車位 可以滿足到你在家庭車的需求 再跟著我們看我們現在的主樓 主樓的話 我們這些戶型主樓 都是兩層高的一個設計 那跟著呢 帶來我們主樓的一個設計 現在看到的話就是我們105的客廳 包括我們的樓台 其實你不要看他105這個面積段不大 其實那個話怎麼說呢 馬雀雙爭豬犬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呢 他面積段裡面是把很多的那些 設施都已經是設備好的 那好像我們的客廳 那如果你覺得到時候客廳 不是特別大的 那你可以把客廳做回路口那裏 做回路口那裏 那你到時候家樓的戶型的話呢 他在樓台的移植是到這裏的 那你到時候把客廳做到這裏 那你整個範圍就會大很多 是呀 闊出很多的 是呀 那跟著的話呢 帶來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一樓的話呢 我們都會設計了一個房間 包括我們的公圍 那房間的話呢 就在我們的右手邊 公圍呢 就在我們的這邊 啊 公圍我們在樓下做了一個廁所呢 其實都是方便到時候 一樓去上廁所嘛 不用頭洗琴樓嘛 那再看看我們這邊的房間了 房間的話呢 我們所有的落地 就是我們的窗 都是用這些落地玻璃來的 全都是落地玻璃 那他這些的話呢 就會等到我們所有的採光性都會非常之好 你看到非常之明亮 那跟著帶你上二樓看看 你看一下 那二樓的話呢 我們都是設計了兩間房間的 那先看一下我們的主額 先看一下我們的主額 那我們主額的話呢 都是設計得非常之大的 那我們就配備了一個衣服家 配備了一個衣服家 配備了一個衣服家在這邊 那到時候呢 家裡的衣服啊 然後等等的飾物啊 都可以放在這裡 做一個癡人的一個衣服家 再跟著呢 再看一下我們的一個陽台 我們的陽台 都是很大的 四米二乘四米的一個陽台 非常之舒服 到時候在家一睡醒的話呢 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觀 非常之靚 再加上我們到時候對面 都可以利用起來做空空花園 利用起來做空空花園 到時候在家啊 種一下一些花啊 不知道在那邊啊 放一張梳化啊 放一張椅子啊 放一張椅子啊 在那裡喝茶啊 晒一下太陽啊 其實都是非常舒服的 一種享受來的 你再在這個角度 看回我們整個 戶型 其實它這種呢 就有些類似 那些早期的四合園的設計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種叫做 合園別墅呢 就是這樣的原因了 現在再帶你看看 另一間房間啊 那如果到時候 你居住的人群不多 就是人數住的地方不多 那其實你可以把這間房 把這間房子改成一間書房 改成一間書房 改成一間書房 到時候在這邊 在這邊 扮一下阿公啊 或者是等小朋友啊 讀一下書啊 寫一下字啊 其實都是比較好的嘛 所以我們這些105的胡言怪呢 它的性價比呢 它的實用性會高很多 你看它105 它可以做到三港之餘 它還做到一個核丸別墅 再加上二樓的主樓呢 也是比較大的 而且它還有一個前花園 是浸送的 又可以在家裡浸溫泉 那你看完這個105的一個胡言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的實用性呢 我先說到非常高的嘛 同時它的性價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你到時候 無論一家大小 你買過來這邊 可以渡一下駕駛心啊 或者是買來搬投資的 這種都是非常好的嘛 因為其實我們105方的話 它總價大概是200萬左右 200萬左右 如果是看你的戶型 有些位置的話 價錢會更加便宜一點 其實這些呢 你無論買來投資也好 它的一個投資無限 都是比較低的嘛 到時候你放手啊 放出去給別人 你的一個成本都不用那麼高 那現在我再帶你看一下 我們的103個胡言 同樣和安心105的胡言 是差不多的 一樣都是主婦 當然是行李接水 但是我們這種畫呢 它唯一一點的不同 就是它前後花園都有 因為我們這間買得最火爆的胡言 就是我們的105方 和我們的130方 那為什麼130方 它會賣得這麼火爆呢 就是因為它這個前後的間距 是非常寬的 而且後花園陣送的一個空間 面積段是比較多的 你再看回它的一個私家車位 再看回它的一個私家車位 都會大很多 完全可以停得落兩架車在這裡 你看看 看看我們這邊的一個房間 我們這間房間 就和安心的一個結構不同 設計的理念都不同 我們就在這裡 就作為了一個套間 作為了一個套間 那你到這間房間 可以說是幾多人家居住 或者是都可以給一些保母住 那這個房間 或者是做了一個套間 那醫務間和廁所都會帶出來的 對 都會做出來 接下來的話 再帶你看看我們的主樓 看看我們的主樓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這些胡形 全部都是南北通透的一個胡形 那我們的主樓 它是將我們所有的一些 廚房和客廳都做在一起的 因為它會顯得整個客廳 會大很多 同時的話 我們這些所有的落地窗 就是這些窗窗都是落地玻璃 它會顯得讓我們所有的財光都非常明亮 再加上我們這裏會有一個獨特的一個大花園 大的後花園 你看到就在這個後花園後面 你可以自己選擇 做一些溫泉 自己選擇做一個溫泉池 或者在這邊放一些火鍋燈燈 跟朋友出一下水 或者放一些烤蟹的BBQ 這種這麼大的花園 因為我們家樓全都是磨氣的 這一片全都是草地 到時候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求 個人的一些生活愛好 去設計不同功能的一些運動設施 你可以在這邊畫一個大的一個溫泉池 在這邊放一些沙發 或者在這邊畫 它放一些桌椅 在這裡坐 享受著我們整個後面濕地湖 帶給你一個享受的感覺 再加上我們這一種湖 它是全部後面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濕地湖 你看 後面是全部原生態的濕地湖 相當於如果有釣魚 比較喜歡釣魚 其實在家裡就可以釣魚了 然後我們開始看我們的房間 我們一樓同樣全部都是設計回我們的房間 和我們的公園 其實一樓這裡 如果你是不需要太多房間的 你可以把這裡畫成那些影音室 一間大小在這邊 一起看電影 播客劇 其實也是一種非常不錯的一個生活享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年整體的一個樓高位 非常高的位置 可以看到一個舒適的 很舒服的 我們上到二樓左邊 我們有一個大樓桌 你這邊通過 可以看到我們整個 整個我們古兜山 的一個山頂 再加上我們這裡會贈送一個非常大的樓桌 那你倒入樓桌這邊 你可以在這邊設計回自己的需求 像它這樣 放個洗耳機在這邊 或者在這邊有一個樹屋底 再在這邊 你再鋪回去 然後利用那一邊 會做一個空中花園 再做一個空中花園 那你好像隔離1805方那些會形 在那邊 種一下花素草 在那邊 再享受一下人生的快樂 那你到時候隔離過了之後 那你下面這一塊地方 其實都是可以利用起來的 都是可以利用起來的 那你到時候下面 你這裡可以做一個大餐廳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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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塊衣毛間 再加上這邊的一個衛生間外 它整體下來 都不會說 等到一個主要會 會特別小 是吧 病人的感覺就非常大 非常舒服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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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看這邊 這邊呢 這邊呢 也是我們製造的一個面子端 裡面的 那這個位置 其實你可以將它 整成那些陽光舒房 那這邊 那這邊敷了一些玻璃頂 是吧 或者你到時候 如果不准做書房的話 你作為一個休息室 都是可以的 那把桌子在這邊 是吧 做玻璃頂 在這裏擺個茶室 然後在那邊喝茶 沒有人說明我們的subdial 那現在看完我們整個 一百三個這些壺形 其實你可以見到 整個一百三個性價比 是非常高的 又可以見到 我們後面的 濕地公園 又有我們前後 這麼大的花園 再加上我們這邊 又是溫泉倒壺的 但是它的價錢 在這些所有產物裡面 它的性價比是最高的 只需要三百萬左右 具體的 都是看回你的位置 去定你的價錢 然後你看一下 一百三十方 你又享受到 我們整個小區裡面 這麼漂亮的一個 濕地湖 一個自然身體景觀 非常舒服的 這裏 那接下來呢 再帶你看一下 我們一百七的壺形 你看到我們一百七的壺形 它整體的一個車門口位 都會闊很多 同時可以滿足到 你停兩輛大車的一個水球 那接下來呢 就看看我們一百七的壺形 它整體的舒適感 是非常高的 因為它這些壺形 是一百 一步到尾的嘛 這些壺形 你可以進來感受到 它整個空間感 是比較闊的 變成一種豪窄 非常豪窄的感覺 同時再加上我們這一百七的壺形 一樣都是主婦樓的設計 所有壺形都是主婦樓的設計 然後我們婦樓 連一樣都是做了我們一個套單 都是做了我們的套單出來 先試一下 720 10 10 9 10 11 12 10 10 7 我们这些107的弧形会散来偏阔一点 因为我们刚才103的弧形是长 我们107的弧形是阔 就是它的后花圆包括客厅的幅度是长达11米到13米 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主楼里面 主楼里面的感觉就是给人一种很阔很大方 同时我们这些弧形都是做了一个开放式的锤箱 那我们这个弧形是做了一个温泉池出来给你参考 你到时候可以在这个位置 画一个怎样的一个温泉池去浸温泉 这个花圆就会比刚才103的花圆更大 那你可以留意我们107的这些墙 我们全部都是做的套间 全部都是做的套间 就不用去到其他房间去借厕所 因为一个情况出现 那我们107的二楼这边 其实设计的房间会稍微多一点 那好像这一个儿童房 它一样做是一个空间出来的 那你到时候这个房 那你外面可以向外 做一个小温泉池出来 都是没问题的 如果我们这边有这么大的楼台之余 那我们这个位置 还会送一个小温泉池出来的 这边一样是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古兜山 带来一个原生态的自然山景 可以见到的 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到时候铺过去那边 一样都是可以利用它做空空花园的 那你到时候这边 你可以做一个小的一个走廊 过去那边利用去 让它整个空间的利用 是做到最大化 那你现在看到的话 是我们现在所有汇联产品 年迹段最大的两百六个方法 亦都同样是我们这么多别墅产品 唯一一个拥有两层 会高的一个别墅产品 那你进入窗口呢 这里一样都是我们的双车位的设计 同样都是非常大 前返演就算的 那你见到我们整个主楼 它的设计一样都是 一样是回所坝的 比较相互一点的 而且整体的一个餐厅和客厅 它都是一体坝的 对 那你给它来的 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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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边的话呢 是我们设计的一个雪茄室 那就可以邀请一些朋友 过来这边 一起喝茶 吃一下雪茄 在这边聊生意 因为我们这些很多 两百六十方法 这些户型 都是很多我们这些老板 和生意的生意伙伴 邀请过来聊生意 家里聊生意 浸到温泉 这些生意就好聊 你好聊天 那咱们看一看的咱们 是真的不错 好开心 那咱们看看咱们的后团 咱们看看咱们的肉午饭 正好 anov 我們整個後花園的陣送面積是很大的 所有陣送面積計都差不多到350左右 你看到我們整個後花園的藏 可以根據你自己的聲明 可以設計你自己的需求 好設計可以做一個比較大的游泳池 比較大的游泳池 一家大小在這邊浸溫泉水 這邊就是設計打高於呼球的 到時候叫一些生意合作的夥伴過來家 喜歡浸溫泉就浸溫泉 喜歡打球就打球 喜歡喝茶就喝茶 而且這邊再看我們整個後面整體的濕地戶景觀 再邀請朋友來家的後花園吃飯 給人的感覺是非常豪華非常高端的 現在這個褲柳柜它就不要放在前面 我們放在後花園這邊 我們這個褲柳柜它就設計成為一間茶室 茶室 如果到時候可以根據你個人的需求 把它改成房間也是OK的 是OK的 因為我們這邊也是有做一個土間的設計 跟著我來家的衣楼 我們在二樓都是一樣設計兩間房 我們先看看這邊的一個房間 一樣坐過面非常充足 一樣可以看到我們外面的身體實地不景 同樣都是在一個土間的一間廁所 都有在同一間房間 這邊出來的是我們現在的客廳第一 這裡可以在這裡和別屋的人 可以在這裡看看電池 這邊出來的是一個大樓桌 這個大樓桌和我們的主樓的樓桌是相連的 一起相連的 這邊看出來就是我們磨到我們超級大的後花園 包括我們的自然的一個室秘景觀 同樣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你還可以一樣接駁一個位置 把那一邊這麼大的一個空中花園利用起來 這邊就是我們的主樓 這邊就是我們的主樓 每天一份寫 看到外面我們這麼大的後花園 然後看到我們雙重的自然景觀 我們這個主樓都是做得很難的 做得非常大的 做得非常大的 我們的煙毛間和廁所就是我們的後面這個位置 看 這邊進來就是我們設計的煙毛間 你看看 同樣它的採光面也是非常充足 看 參觀完我們整個260個樣板房之後 我們現在約260個樣板房 大概總價是700萬多 我們整個260個樣板房之後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260個的實用空間是非常大的 給你這個感覺 真的好像那些豪宅的感覺 再加上我們260個的產品 我們並不多 整個荷物羅利瓜 大概是340套 再加上我們現在的260個是非常稀缺的 你想一下我們這年總價大概是700萬 200萬左右 你就會享受到這麼大的一個後花園 這麼大的後花園 包括我們有一個享受到 雙重的我們的湖景景觀 是非常之划算的 非常之實為的 所以說買到這些260個的湖景 買到就是賺到的